白化佛法 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今天呢 趁这个节目之前呢 给大家做一个白化佛法的节目 那么白化佛法呢 实际上呢 就是让我们了解 了解这个世界 能够知道真我和假我 一般人呢 以为呢 死了就是解脱 可是呢 这个如果你没有 修成解脱道 你没有成为阿罗汉呢 那么你无论如何 你都会有下意识的 这就叫 没有脱离六道轮回 所以很多人 他不知道 他以为死了就是 万念皆空了 下意识 他以为就没有果报了 实际上下意识的果报 完全是过去的因 所以现在这世所造的恶业 有时候 就是一位因造成的 所以很多人这辈子来受苦 就是因为他上辈子 没有涅槃激进 他做不到灭度 他因为在人间所受的 让他转换成一种 贪 撑 吃 然后呢 慢慢的堕落 三恶道 所以涅槃 是真正的断灭 一切法 不会再来这个世界受苦了 所以叫灭度 什么叫涅槃呢 涅槃实际上就是 觉知啊 觉知的心 能住在涅槃之中 所以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 涅槃中 这个本根不灭 因为我们的最善良的根 气 它不会灭掉的 所以解脱道 并非是断灭论 所以很多人不懂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激进 其实就是讲到一个真谛 你想解脱 你想脱离 娑婆世界的 五着恶事 非常非常的难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 都是行无常 法无我的 所以很多事情 终生只要在这个人间活着 你就会有受想行事 五蕴 那么你在 众生在行运的当中呢 你就会有种种行为出现 那么这些行为呢 你就造就了 你种种的福报 那么没有一样 它是恒常不变的 所以呢 我们 在一切法中 没有一个真实不坏的我的 所以这个我 本身就是夜报所致 因为它是一个能见闻觉知的我 见闻觉知的我 所以 本身人的身体就有生灭法 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 我今天这个能知觉的意识和心 能够到下意识 实际上 它就是有违偏离 因为诸法都无我的 所以真正能够学佛 能够开悟的人 实际上真的要理解 就是 我们所讲的 在这个世界 要理解 诸行 所有的一切 都是无常的 有开 像花一样 有花开 就花落 你今天有情绪了 你就会有情绪的灭度 你今天心灵觉得自由了 你很快就要把自己的自由就关注了 你今天 无我了 实际上 你就是脱离了 一种无常 所以 任何事物 没有一个事物能够长久不变 如果众生觉得自己活得很痛苦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没有一样东西 它不是能够长久的 所以人生 很多人 以为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和事物 这些都是永恒的 永远不会变的 永远存在 实际上 你就偏离了 这个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的境界 如果人生不能认识无常 无我的道理 那你一定会执着于有常 有我 你只要 觉得这个世界上 一切东西 哎呀 可以拿到之后 可以永远 那你这个人 就慢慢的 会自寻烦恼 因为你就执着 有常了 你觉得无我 但是你到了最后 会有我 所以 菩萨说 有我向 皆是苦 有向皆是苦 我向皆是苦 一切都是苦 所以很多人的烦恼 就是因为 我怎么办呢 我以后怎么办呢 我没饭吃了 我怎么办呢 我修行之后 我我我我 都是我 其实这就是 这个这个 苦果和苦因了 你摆脱不了 生死轮回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 涅槃的 这种理想的境界 那你这种死 那就是一种 纯粹的 就是精神不能解脱的死亡 其实 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实际上 它是一个 佛教 这个非常高深的 最高的这种解脱了 你知道了 什么事情都不长的 你是不是不会去执着 去追求了 当你都知道这个事情 无所谓了 因为就没有了 你怎么还会去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中呢 你连执着的把都没有了 那你想想看 你什么不就放下了吗 所以才能圆成佛道 因为你懂得 诸法无我的时候 你会拥有自己的平等心的 所以拥有平等心 你就会慢慢慢慢的 懂得什么叫 诸心无常 什么叫诸法无我 什么叫涅槃寂静 实际上用白话讲 这个世界一切 永远没有长久的东西 你去执着什么 这个所有的世界上 一切的行为 一切的方法 一切的佛法 一切的能够让你开通 能够让你忧伤 所有的诸法 实际上都不是你了 你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再让你想到最后 你要真正的解脱 要放下 要开悟 你才是真正的寂静 寂静就是解脱了 所以很多人不懂 以为呢 这个什么叫解脱 解脱不了 实际上解脱是什么 解脱就想通了 师父跟你们讲佛法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让你们一听就听懂的 佛法讲什么叫解脱 解脱就想通了 你想都通不了 你到今天还想不通 你到今天还难过 你到今天为某件事情 你还是不离不弃 你不就是 还是在 我们说 有常有我当中 你不就是在自行烦恼 就希望大家能够开悟 明信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 给大家说的白话佛法 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